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Pamcom的嘉宾有梁杰问Mike Hello Mike 你好 你好Laurene 上一节嘉宾都有提到 对于新冠变种病毒那种疫苗 昨天Moderna的管理层就嚇一嚇大家 怕疫苗未必对病菌有益制作用 但是看到Beyond Tech那边有相反的说法 也不需要那么担心 你自己怎样看现在的市场气氛呢 究竟恒指还可以弹到多少呢 我又觉得大市 其实你说大大话话跌了 一路跌跌跌 其实昨天近一星期或者近几天 跌的幅度都挺夸张 我自己觉得已经反映了 这一个新变种病毒对后市的潜在的影响 而且你看着昨天跌了几百点跌了去这个水平 也有少少技术上的超买 所以未来我都会预计会有一个轻微的反弹的可能 那个目标的水平 看看今天能否守得稳 如果第一站的目标 看24,000点 那我自己觉得始终港股其实叫做没什么升过 和外围来自不同 那累计那个 其实你说的表现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全球的主要市场 那所以我又不是就算你说再出一些坏的消息 我又不是说真是那么惊 那我自己觉得整体上港股都是 或者是一个满市格局的了 但是你说再急捨下去 我自己始终都不会预期会有那么差的表现 哦 这样 就是说你觉得都未必说那么差 就都要看看啦 就都现在暂时你说挖住24,000先的 都是参考来的 看看弹到多少了 都要看市场气氛 这一刻都见到澳门博彩股 都算是今天市场焦点之一 因为再卸多3% 比如金山银与澳博都是 永连澳门还要跌7% 刚刚见到澳门博彩收益都出炉了 我们都可以看看那个数字 因为来说都有67.49亿元的澳门元 澳门博彩收益 轻轻叫扯平 就叫持平 因为增幅0.01% 说真的 如果1至11月累计升幅接近五成 但是那个增幅内计来说是逐步在收窄的 不知道Mike你会不满意这条数呢 数字上就符合预期 但是你又可以说有点滞后才未反映得到近日圍绕着澳门 反弹都冲景着是慢慢去通关 突然之间近几天爆了一个新的变种病毒出来 都看着全球多个地区或者国家 都重新架起一些旅游限制的措施 封关封城 所以我自己觉得 好似再回看那个博彩收益的数字 都没有什么意思 大家未来都是比较关注 新变种病毒 或者其他地区的旅游限制 什么时候去解除 才可以令澳门股 数据了短期的 多不利的负面因素 虽然现在11月就看到 起码可以稍稍持平 或者是扰腰 按年来说 追回去年的数字 当它合格 不过12月份 可能都避受变种疫情的影响 周卓卫事件等等 说真的很多大行 基本上都是比较看淡 一些12月份 甚至乎明年的博彩收益 看看今次稍为持平的数字 下周博彩股会不会好一点 不过说真的 它最近跌势累积不少 高位累积跌幅 都起码一成过外 博彩股 汇丰认为就算是这样 估值也不算吸引 汇丰相信太阳城集团 大股东周卓华被捕 如果现在这样的情况 就反映着内地收紧 贵宾厅中介监管 贵宾厅收入了一部放昏 长远可能会影响到高端中场反应 因为不少行人本来来自贵宾厅 但因为估计贵宾厅只是佔金明两年 博彩股经营现金日历少于一成 相信事件对于业绩实际影响有限 不过由于澳门修改博彩法 监管还是不明朗 所以行业估值只是合理 现在还是比较看好银鱼 因为本地味比较浓厚一点 而且管理一向比较稳健 其实它的论调和之前 例如碎信或者美人美临的论调都差不多 都是怕着贵宾厅的影响比较严重 Micah 觉得股价下跌 其实反映了多少呢 是不是真的在这个时候 留意一下银鱼会好些呢 如果真的要买 我也同意可能首选一些 澳门本土的博彩公司 譬如说银鱼 因为不单止大家的不明朗的因素 不单止周卓华事件 影响到潜在贵宾厅的生意 全球的旅游限制 尤其是明年的澳门博彩倒牌 相关的发牌条件 或者是哪一间企业可以拿到倒牌 所以你有那么多不明朗的因素在 虽然你说近期股价出现一个显著的调整 但是再放长一点看 又觉得只是说将上个月的反弹 所谓的升幅抹平 相对上的股价只是回到一个月前 或者两个月前的水平 又不是说特别有吸引力 所以我会觉得真的要买的话 可能抱着那个心态 就很有信心 银鱼最终会其中一间 是拿到倒牌的公司 如果不是的话 我会觉得真的等所有事情都明朗化 因为你大大话说 这么不明朗的因素不是一个因素 而是几个因素加起来 影响到澳门博彩股的未来的展望 所以不可能真的等相关的消息 慢慢消化了 等层岸落定才知道再买都未遲 是的 然后逐步试底 40元以下都有机会穿 真的要小心一点 还有今次澳门博彩收益的数字 根据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 11月份67.49亿 按年升0.01% 看到市场预计 其实增幅会有2%左右 所以按照增幅计 现在就稍微差过预期 看看下午会不会有一轮沽压 继续再看这些圈商股 这个板块很久没有提过它 也难找到一个稳定的增长性 譬如中信证券 这两天才出现两枝阳烛 今天中信证券升3% 华泰证券广发证券进涨3-5% 有些内地分析员说跨年的行情即将展开 加上A股方面 基本上相对外围的股市 就叫做稳定一些 对新冠变种病毒的影响 又好像没有那么大 Micah 你又觉得 现在是不是介入这些圈商股的时候呢 都会其量 只可以说内地的股市表现稳定 起码相对上 你可以说表现比港股好 成交押亦都可以维持住 但是始终对这类内地的劝商前景 中短线的前景不是一个很特别大的憧憬 所以我觉得股价其实都是 之前跌下来 现在一些技术上的反弹 其实燃水平买下去 又不是见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直播率 所以我自己觉得 都是放在一边 也不需要太过深急 好像市面上相对上 还有更加多其他 更加直播的选择 好啊 即是说 这个板块也是一样的 Mike 还有其他板块 譬如美国相关概念股 今天创科其实都升幅最大的蓝筹 就升回接近4% 最高位上的170.1% 图形都不错的 慢慢像上上破之前的高位 看回它的业务需求 会不会再一步带动它的股价向上呢 始终它有一些 美国相关的消费概念 都是围绕着美国 未来的新屋动工量 和整体上的美国的经济增长 看看可否带动它们下半年 那个销售额可以维持着上半年的增长 都会觉得股价表现 其实相对于大市都非常之 就是说英俊了 恒指就继续在低位备回 但是其实创科的股价 都还可以贴着在高位的平台 所以我会觉得 始终大市现在其实投资气氛 都是一样的 或者成交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如果真的买的话 看看可否真的说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突破 或者突破一年的高位才追下去 都会怕就是说 原水平买了下去 所以它又是叫做咬咬咬咬 不升不下 那你在那个部署上面都非常之尴尬 好啊 也就是说 都相当有它的优势 今天升幅接近4% 留意着走势表现 另一批板块也想请教Mike 因为最近那些燃气股 特别是昨天384% 升幅了下来 因为純利谷交不到数 之外前景被一些弹控质疑 今天再跌了3% 但是其他那些燃气股相对好 特别是说 还燃气升幅9% 大和呼吁 不需要把中国燃气看得这么差 始终他说 其他燃气股都有不同的前景 他认为中国燃气接驳客户量 按年跌近四成 又调低未来指引也是个别事件 已经向其他燃气股 比如 港华智慧能源 华人燃气 生育能源 还有昆仑能源 即135 确认了 今年他们的指引是没有调低 Mike 你对燃气股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只是避开中国燃气 其他的燃气股还是可取的 这个也是 其他燃气股 自己相对上看的可能是新的燃气 中国燃气的那个 营运数据业绩出到来 都挺令市场意外 始终大家看不透 就是为什么突然之间 那个新客户的量是跌得这么夸张 甚至乎你看着股价 近几天有一个很明显的 一些试错的情况 那么大之阴热 和成交量是这么夸张的话 我觉得短期来说 都反映得到他们的股价是很严重 所以都会避一避 寧願选择其他相对上 稳妥一点的股份 好 今天大家要慢慢参详了 因为时间够了 多谢Mike的分析 有持有以上股份 有持有的 多谢你 一会儿回来继续去支付360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小哥来到下午的开始速报 马上看看党股开市的情况 在下午 看到今天上半天 都可以反弹到三百多点 不过来看过去三天 都累跌了一千二点 最新这一刻 升幅略为再扩大了些 最新升幅1.5% 升近360.523838点 看看科技指数方面 又做成怎样 下午回到来 最新升幅也有超过1% 升幅6000 流上 看到是在6097点 至于国企指数 下午的情况又怎样 一起跟进 最新升幅同样超过1% 升133点 跌在8502点 数迷 但会约港股 中午开出的情况又怎样 科技股普遍都是向好的 暂时 暂时就是腾讯 升幅2%过外 美团也升到4% 跌在247.6% 不过阿里巴巴今天继续有个沽压 继续是大概125元 这个水平拉锯住 最新跌幅1.3% 港交所方面 达到7元 京东方面 升到3元 立刻看看个股 讲一下金桑子 它的消息面就是 私有化计划告吹 而且是会维持上市地位 一年之内 都是不可以再提出私有化 股价半天最多跌成四成 低位落到1.53 失手了一条100 和250天线 最新见到 分离跌幅 都是维持3.3左右 1.71 看看两只股份又如何 就是折例用过千万 入股 加云物流0.4%的股权 看到折例半天都升到1.4% 下午回来变动不大 加云也继续可以维持到6%的升势 刚好报在10元这个位置 看到维他奶大摩 就降到目标价三成 看13.1 评级是看减持的 就说因为认为去内地的业务 竞争激烈 有机会会进一步面临挑战 今天再创52周身低 最新跌幅1.4%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再跟进 本身高开120点 本身高开120点 去到23,500点的水平 其实靠着美团、腾讯和一些金融股 齐齐法力之下 早段试过最多就进仗去到382点 来到下午就试过进一步走高 最多来说就升过389点 上到23864的高位 其后有些少弧顺 但贴近高位附近 现在来说 恒指进仗去到352点 正在23827点的位置 总成交这一秒去到827一几 后事响要请教谭希文 我知道你对于市场 其实还有戒心 觉得它有机会还会磨多一会儿 实际上有什么因素留意呢? 疫情第二就是 是否美国的加息步伐有可能加快? 是呀 疫情因素 这几天大家都说了很多 后续的情况 始终大家都怕疫苗的保护性 甚至后续来说 大家都怕有一轮 如果真的控制不到 可能又回到年纪前的警方 第二就是美国的息口的预期 虽然大家都预期了 明年联署局都要加息 但加息的时间窗口究竟是什么时候? 原先大家想想半年 接着又到7月 昨晚鲍威尔说完之后 大家又再退前了 始终它那个昨晚的言论来说 其实比之前就更加英 一来就是本身说 未来可能会加快 减少买债的区模 接着通胀 都撕掉了暂时性 这三个字 过去几个月来说 它的态度是硬的 硬是什么? 都是坚持通胀暂时性 但到昨晚终于就要投降了 现在高通胀应该会继续下去 是延续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你说 在高通胀维持的情况之下 对于央行来说 一般的操作 其实都是要将货币政策 要回归正常化 甚至是收紧的 所以我现在普遍估计 就是加息的时间 可能再提早一些 去到明年的6月 甚至说全年 就是2022年的加息的次数 其实原先大家都是想 一次气两次止今 现在可能说明年要加三次 你已经是 所以这两个因素 这两个因素来说 都是会拖着市的后腿 虽然说今天市 稍微反弹了一点 成交也多了一点 略言不足的 就是升跌的股份比例 都是各佔一半左右 就算看南丘里面 其实都升幅不是全面的 所以暂时来说 市连跌了两三天之后 你说有一下技术反弹 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反弹的力度 反弹的力度 和空间 就未必太足够了 如果我看一间行 都是磨痛 牛证现在总货区 就在23000至23199 简单说 就是23000关口 上下1000点区间 100%都是牛证 你又说了23000至24000 那是否真的很多 就不是很多 就是你一下 跌了下去3% 那就已经到 他说真的 今天还未补回昨天那一刻 还未的 尤其是你 计算技术上的走势去看 就是前三天 技术上的形态是很差的 就是连续三支饮足 那两支是大饮足 所以短期技术上的走势是弱的 那你说23000会不会守得住呢 暂时都还守得住的 就是如果去到年底之前 如果警方还是维持到现况的话 因为你23000来说 就是去年九月份的低位 23000至24000 那你说这些位 纯粹看过估值的因素 其实是落回去 大概10倍左右的预测 现在你用出这条数去低的话 那一般的指数 就是恒指来说 你落到10倍以下 其实down side就未必有太多 除非又好像 突然大家两年前那样 突然又再爆出新一波 那就是另外的对 就是特殊事件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 我想23000这个位置 都仍会受得稳住 23000估计过估值回调 已经差不多了 应该都见底位 好暂时来说 恒指终住继续进涨300多点 最新就升365点 升幅到1.5% 首在23843点位置 看起来期指表现又如何 最新来说 看到12月份的期指 进涨到340点 做23811点位置 一月份方面 进涨到341点 总成交超过62000多张 我们这一节 跟进下一些倒股先 因为刚刚公布了澳门博彩收入 以上个月来说 算是止跌回升 博彩收入去到67亿多澳门元 按年明升去到0.01% 差过市场预期 本身觉得会升幅有2% 按月升超过5.4% 首十一个月去累计 博彩收入是超过789亿澳门元 按年升近五成 简单问一句 算不算预期落空 小小但又不是差得太远 零同意的分别 因为始终去年的基数 比之前的基数低了一点 所以就按一个正的增长 但原先 例如外面行股 今年全年博彩收入 900亿左右 但如果就这样计算一条数 你当十月份十月份平均 你当50亿去计算的话 其实你全年买单计算是800多亿 所以这里是会全年博取 所以应该就很大机会落空 尤其是大家都开始看明年 你说明年究竟是怎样呢 大家看着两条数 第一就是澳门政府 之前的财政预算案 就是估计明年保守股是13亿 有些行人估计是16亿 如果你说现在再加上 最新是贵宾町市场的情况 究竟会不会有一个下调的预测呢 这个大家是后续需要留意 大家还要关注 因为澳门近期配合内地去打击 非法赌博 究竟的进展是怎样 对于赌股的影响性是怎样判断呢 我们再听说 因为太阳城集团大股东周卓华被捕 公司是关闭了所有澳门赌场的贵宾厅 有业界的人士认为 看探今个月的博彩收入表现 我们先听听他怎样说 老实说很多赌场之前都已经转向质重 focus放在中场的部分 究竟这一下对于贵宾厅的影响 你觉得是怎样拖后腿 还是气氛的问题 气氛一定会影响到的了 因为始终澳门的博彩业 过去这么多年一直都是靠着VIP 去拉动博彩收益 当然最高峰时候 你可能占到整体的博彩收益 VIP那边是六成七成 曾经是最高峰时期 但来看近两年的数据 其实占比一直在下跌 现在大概占到四成左右 纯粹看博彩收益 如果算过以必打的话 你只剩一成半左右 实际上你对于博彩营运商的利润 其实热度越来越小 现在你再加上新的一连串的措施 甚至说明年博彩法里面的修订案 对于中介人的监管可能会 会再修炼一点点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明显看到过去这几年的 营运商都开始着重中端 即是大众市场 甚至叫Premier mask 即是高端的中端市场 即是中场 尤其是本身这些来说 是以必打的利润率是高很多的 所以纯粹来看中长期基本面 就没有太大变化 即是短期来说 对博彩收益 是会有一个短期震荡在 甚至对整版的倒股来说 投资气氛是会有影响 但是我们都是维持之前的看法 即一些潜在利好因素 譬如通关 甚至关博彩法来说 大家可以再去recall之前的特首 即澳门特首在那边的一些访问 其实是会比之前松了一点点 所以这些都是有些信号 告诉大家 出来的收定率 就未必是大家预期中那么紧 所以这些利好因素 大家是先放在那边 但不代表不存在 譬如说 汇丰研究那些 都像你所说 因为就看着贵宾厅的占比问题 他觉得今次被捕事件 对于业绩实际影响是有限 不过因为澳门修改博彩法监管 都仍未明朗 所以行业估值只是合理 现在比较看好银玉 因为本地的味道比较浓厚 和管理一向比较稳健 今生银玉半天最差蓝筹都不用说了 出了50天线 另外澳博、永里、新豪那些 再创超过一个月低位 刚才你说 只不过我们暂时将那些 正面的催化势通关等因素 放在一边 是不是要趁着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们闹货 必然恐惧事 我贪男 其实你看到这两天 因为你看好它还会通关 是的 所以这两天推下来 成交比之前少了 即是沽压相对地减低了 当然你看捷幅来说 就不是很开胃了 大家在想 现在你落到 譬如说银玉 你落到41元以下 会不会再落到 譬如说疫情底 那你的疫情底 已经很低了 基本上我想 可能性不会太高 就是现在你说 持有策略 其实是要考验大家的耐性 即是说你在低位持有了 短期在股价的低位震荡 在所难言 有机会持货久一点 怕是怕这一样 机会成本 金沙、中国和银玉 暂时来说 仅着跌幅都在大约4% 我们先讲到这么多 先休息一会 回到节目时间 再跟进市况表现 以恒指来说 最新进涨到337点 在23813点位置 进涨到1.4% 刚才说到 升近去到339点 A股个别分化一些 上证综合指数 进涨不够1点 在3564点位置 今天格局很淡拉脚 深证成份指数偏远些 暂时来说 跌幅去到0.4% 走在14736点水平 再问一下最会有港股 美团、腾讯那些 有份帮助大事向上 暂时腾讯 进涨到2% 美团占4% 阿里巴巴偏远些 暂时来说 跌至0.7% 跌幅有所修炼 京东靠韩岛 升到2.2% 港交所反弹1.5% 看6至10位 有邦保险 进涨0.9% 斯摩尔跌幅到5% 快手升幅到4% 小米升5.2% 盈富基金跟着市走 暂时有所信 进涨升到1.3% 看看大家关心的蓝筹股 除了有邦那些 今日的金融股都OK 汇控进涨到1.5% 公众股当中的煤气 最后一只暂时升六仙 继续和希文解答家庭观众的疑难 跟进其他焦点股份 我们先看看光伏相关股 如何说 太阳能那边 我们看到A股A牆 农基跌超过4% 宣布下调龟片产品价格 最多下调幅度都跨近一成 业内人士都说到 其实这下有些预测 因为过去两个星期 已经成交额阴下跌 有少少扯低了部分太阳能股价位 包括保利协因能源 暂时跌幅到4% 阳光能源向下跌幅到1% 至于新特能源 今日更加到1个月低位 这个做上游多一点 对龟片敏感 暂时跌幅到4.4% 都跌少了 今天从16个多之后 跌幅收窄 去到刚刚17元的水平 似乎有些支持 这一堆怎样看呢 除了保利协因 都好像走远了很多 是的 近段都不是市场的杯茶 即是在新能源的 sector里面 因为之前都在节目里面提过 就是我们一直都比较关注 就是整个的产业链 尤其是中上游 多一些的龟片 即是未来的那个产能 一直加上去的时候 甚至在上游 比较多征龟的产能 一直在扩张 即是这一两年一直在扩张的时候 其实产能在明年 就开始慢慢出来 所以整个行业的供求关系 就未至于去到很严重的产能过程 但起码整个整个供求关系 就开始去平衡 即是说变相对于这个价格来说 就未必好像过去两年大家抄得不亦落乎 那样 但是龙基来说 大家就是昨天收市后 看到你减7-8%的平均价格 那是不是预期之外呢 其实也不是 因为都有一定的预期在那裡 所以反而就是说 未来当这个龟片价格调低了之后 会不会刺激到短期的装机量 就回升了呢 因为很多下游的公司来说 大家都牙筒那么小 你那些上游的价格那么高 我装不了机 那未来可能会有一些短期刺激在那 但是重观回明年2022年 整个中上游的产业链 其实供应是逐步出回来 所以暂时来看短期的价格 都会调一调 但是如果往后来说 一两月的行业数据 装机量可以做好一点的话 其实有条件做反弹 因为是这样的 事关供应多了 自然就没得被高价人去捱 只要减少少 就知道你是这样 暂时来说 保理协银和新特能源 估额比较大 那些少就升幅就减慢了 现在仅仅去到 埃近9% 第一拖拉基和中国重器那些 升幅都去到3-4% 农工仅仅去到接近2% 内地譬如一些机械 以及甚至是农业机械的概念股 都觉得大胜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消息面就未必太过多 你说炒龙与机械 有次炒得太早 那麽早可以炒一号文件的话 那纯粹说看那个宏观的经济情况 所以昨天我们也提到 就是说PMI就边制改善了 但是整体那个压力 其实都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涉及到房地产领域的话 所以大家都可能有少少败 就是说未来在12月 就是开中经会的时候 对于明年的跨周期 一个调节 怎样去调节呢 是不是要进一步去确认 那个叫稳增长呢 所以你说一稳增长 其实你还有什么手段可以做呢 就是你都是搞基建 当然基建来说 也不是说教修桥补路 可能是一些新型基建 所以我想对于一些重型机械 短期是会有一些炒作的空间在那裏 因为这些是传统旧经济股 那大家在想要去找增长的时候 那大家好自慰会联想到 所以短期是OK的 但是大家都以短线为主 还有说真的 这一刻都是在低位那里反弹的 农工今天是创了超过一个月低位 接着就升回到接近2% 有家庭观众都想请教 我们先听听电话 谭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有什么帮到你 想问一只农工有没有货 我想问一只农工 现价买不买得 OK OK 那等下等下落去2%50天线 看回国家来说 由今年的下半年开始 其实不是下半年 即是在近一年 其实是没有明显穿过2%50天线 所以这些位置是有一定的直驳率在 当然是衡量其他技术指标 RSI又开始落到超卖水平 但又未出现低背池 所以我想可以看看可不可以偷下鸡 就是穿一穿一条2%50天线 立即冲进去 改一下短的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你炒稳增长的话 一些重型机械股 其实都会有些操作空间 在这里 尤其是看二测时整理 4倍那样 其实你的下半年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你拼一下 即是你拼回到100天线 2.2 甚至你拼近一些 去到2.3 有直驳率在 但是可以看看可不可以偷到2元以下 去进去做短线補 今天都差不多了 2元那里存定 接着弹回上去 暂时都没有太大的变动 进仗都去到2个先 2.05元那里 2元就转转之下 仍然是守得住的 另外想看晶片相关股 还记得工信部昨天 也发布了十四五规划文件 说要加快工业的晶片软件等 融合资产产产业的发展 昨天华雄都有所追捧之后 今天也要偏远一点 跌幅去到0.1% 首在52.1的水平 上海复旦跌幅更大 暂时来说跌至4% 另外中芯和ASM太平洋升幅均有百分之一 有謝女士的短訊想問上海復旦 現價可不可以入 這三天的價格去到29元就不肯再上 雖然半導體來說都是受著國家的政策扶持 你說硬件甚至軟件是雙負雙成的 所以接下來消息面都會配合 但是縱觀過去一段時間 香港這邊的半導體股 其實真的炒得很短暫 炒一下兩下接著就結束了 所以我想現在這些位置就忍一下首先 如果股價來說你移回去低一點 25元以下其實反而值得更加大 那上面來說去到你掌不掌過年 掌到明年其實你見到三節29元 30元其實是有機會的 可以看看位置 今天稍穿了十天線就27.9的水平 暫時27.2 就落多一點點25元才很薄 現在來說跌幅到3.5% 今天當中升得標青還有渠 看看藍醜 雖然現在被美團爬了頭 不過創科今天的表現不錯 暫時升幅到4% 一度最好的藍醜 走勢上來說創科今天都回到十天線的樓上 之後曾經上到170元之後就升幅稍微收窄 這隻真的不太點落 梁太太想問165.9就買了 怎樣操作法呢 減了 即是好股就不怕減的 即使是時短期震盪都好 因為始終創科來說這隻老牌的工業股 電轉股 都不是本身有很多的長線基金 一直拿著它 當然你也要看著美國的樓市數據 暫時還OK的 你說160多元 其實你現在賬面上當平 叫做打個和 但如果你說未來美國經濟都還OK 那樓市數據還OK的話 其實你對於相關這些的電轉 需求甚至大家 如果你疫情再touch 日再有什麼時候 大家是不是有你買家在轉一下轉一下 這個是會有一個潛在的憧憬在那 那先拿著 總體基本面來說是OK的 他的朋友 Home Depot 其實最近同樣 就在高位附近橫行 大概400元左右的水平 總共最新坦住都進漲到4% 167.4的位置 謝謝希民和我們分析 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收看 今次的財經消息 澳門博彩收入指跌回勝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布 上個月的博彩收入接近67億5000萬澳門元 岸年未升0.01% 差過市場預期的升百分之二 岸月升超過五成四 頭十一個月累計 博彩收入超過789億澳門元 岸年升近五成 有業界人士就說 太陽城集團大股東周彩華被捕 公司關閉所有的澳門賭場規賓廳 看探今個月博彩收入的表現 股份在開市前停牌的太陽城集團 終於發出通告 華會就有關太陽城博彩中介一人有限公司 在澳門進行貴賓廳業務的新聞報道 以及相關內容所構成的公司內幕消息發出公告 暫時未交代到伏牌的時間 太陽城集團主席周卓華 近日因為涉嫌不法經營賭博 以及洗黑錢被捕 內房花樣年被在內地上市的白大集團起訴 白大集團在上交所公告說 他的子公司向花樣年集團等公司 就1億元人民幣借款9分提起訴訟 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經立案 花樣年以及同系的彩生撥 今個星期一開市前短暫停牌 等待看法內幕消息的公告 恒指最新表現 暫時升幅收窄至到進障278點 正在23753點位置 總成交去超過905億 期指表現 12月份升幅到255點 總成交66,000多張 再會有港股 排頭為騰訊升幅到百分之二 美團進漲到3.6% 升少了 首在246.4的位置 阿里巴巴偏遠跌幅到0.8% 京東進漲2.4 有幫保險升幅到7毫子 財經消息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 大家來到現場時間 立即跟進一下 港股最新情況 見到大概維持著 矮近300點左右的升幅 其實本日來說 曾經默升到380幾點過外 不過下午回來見到 升幅略為縮了一些 數一數 其實過去三天都跌了1200點 今天半日 即是來到這一刻 點半鐘都是達到277點 目佈在23751點 過來分行指數 全數有得升 特別留意著 金融股普遍都有得彈 見到金融指數 都升到超過470點 總成交方面都算活躍 暫時有917億多 跟著期指的表現又如何 12月份升256點 1月份升255點 總成交有超過6萬7千張 看看科技指數情況 回到6000點上 最新升幅是0.8% 報6080點 數到匯約港股有什麼上榜 見到騰訊升幅超過2% 美團升到超過3% 不過留意著阿里巴巴 今天繼續有股額 最新跌幅收窄了 跌不夠1% 報在126.1 金融集團升0.7% 報在342元 港交所方面升6.2 不如看6至10位有什麼上榜 有邦方面 今天可以回穩格局 升幅0.9% 報在82.8 至於斯摩爾國際 繼續捱沽 跌幅收窄了 最新跌4.7% 報在44.4% 快手 今天暫時同色小米 升幅大約2% 過外 迎負基金 跟隨大市可以達到1.2% 不如看有什麼金融股 今天都做得比較好些 事關聯儲局主席 班威爾 取消了用暫時這個字眼 形容現在高通脹的情況 有提到 今個月議息 會考慮提早結束收水 市場都衝敬 會不會美國的加息步伐 會更加快 都利好著 整批金融股普遍有得升 例如匯控 今天可以彈到1.6% 報在43.6.5% 渣打升超過2.8% 另外恆生也升不夠1% 中銀香港方面 升3.5% 報在23.9% 剛剛公佈了澳門博彩收入 可以止跌回升 上個月的博彩收入 有近67.5億澳門元 按年未升 0.01% 是差過市場預期 原本打算升到2% 按月方面 升到超過5.4% 頭11個月累計 博彩收入有超過789億澳門元 按年升近五成 不過看到今天整版澳門股 繼續捱沽 其中金沙和銀魚 半天看到最差的藍籌 兩隻同樣跌穿了50天線 另外就是澳波、永利、美高梅等等 繼續再創超過一個月低位 大康怎麼評這版 提到太陽城集團大股東周卓華被捕事件 反映內地收緊貴賓廳中介監管 貴賓廳收入相信會進一步放慢 不過提到由於澳門修改博彩法 監管仍然未明朗 所以認為行業估值現在只是合理 暫時比較看好隻是銀魚 銀魚這一刻跌幅3.8% 在41元 看見版面上跌得最深的永利澳門跌超過7% 看份大王報告 在摩根士丹尼調低了維他奶的目標價 由19.1降到13.1 大約削三成左右 評級繼續減遲 不再擔心內地大品牌推展的 學展產品組合 使得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 維他奶內地業務的復甦面對更多挑戰 相信進展只會緩慢 估計下半年的銷售 五國年跌幅由上半年度2.9%收窄至1% 下年度仍然要低於上年度的50億 而且大賭價急升成本壓力增加 都會調低未來的盈利預測 不如看看股價 其實他今天都再創了52週新低 最新跌幅是1成左右 15.38元 看看其他的移動股 例如捷禮控股 他用過千萬 入股加雲物流百分之0.4的股權 半天都升到1成4 最新這一刻都升到1成3左右 其他的移動股大家都看到的升幅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繼續去跟進 大家好,來到支付錦囊 今天就有資金流向的環節 我們就有黃耀忠Andy 和我們分析一下最新的資金流向 從中找到啟示Andy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看到環球很多不明螺元素出現 一來又怕新的變種病毒Omicron的出現 另外鮑威爾又放鷹 現在市場擔心會否提早結束放水的行動 甚至有提早加息的情況 不如跟我們說一下 還在臨近這個連結 究竟資金流向現在怎樣行 有沒有提早從股市那裡 開始有些獲利的情況出現 始終鮑威爾昨天變嬰的取態 就是昨晚我們香港時間 十一點半了的時候才發生 所以資金流還未那麼快反應到 但是你說就著那個病毒的變種方面 就是因為其實上個星期中段 就已經開始 即是歐洲那邊開始有消息傳的 星期五才是股市或金融市場 開始反應 就是資金流上面 都有少少個方向給大家看到的 所以例如我們看看 即是這段時間的資金流 都會見到大家都是覺得 現在的息率 即是債券市場都相對沒有那麼吸引 所以都是資金整體來說 都是寧願去流入股市的 但是如果在信心上面 看來大家都是對於美國股市的信心大些 你見到其實那個流入量 都叫做都仍是正面的 但是如果細心一點的朋友就會看到 過去一個月1.3% 但是一個星期只有0.2% 即是流入的速度都有少少減慢 而另外中港方面 仍然還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給大家看到 一個突然間很大量 有些熱錢流入的情況來的 所以暫時我相信大家都會在這個 叫做11月尾、12月中這段時間 可能大家都是觀望一下疫情的發展 就順便做一下一些大執瘡的情況 可能會比較直播一些 我們看到中樂股市、香港股市 過去一個月其實累積 資金流是有超過1%升幅 即是看到有些流底的情況出現 我們說已經有些不明朗因素 可能下個星期資金流 我們才看到那個動作 那怕不怕呢? 那之前撈底的資金都嚇走了 下個星期會看到 即是提早連結這些情況出現 我們自己就覺得 如果說看市場害不害怕 有時我們都會看看 究竟VIX會不會有些太大的震盪 即是因為如果我們現在去留意著 即如果你說疫情上面的消息 由上個星期五 那個VIX就抽到接近29這些水平 但是其實過去這兩天 縱使剛才說到 鮑威爾突然轉英這些水平 其實都是用昨天的收市價 就是27.16 即是都還是低過星期五那個收市價 簡單來講我想帶的一點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過去這幾天 大家是真是很害怕 理論上的VIX就應該已經要 再抽高一些 但是暫時就不見是這個反應 但是最少從VIX那個波動上面 大家會開始見到 剛才見到VIX是上了一格的了 大家可以去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有機會 例如美國股市的波動 就開始會走回2020年下半年的情況 即是說每次的波動 可能真的起碼有5%以上的情況 原來VIX指數一下子抽得不夠高 不夠恐慌 之前我們看到疫情期間 那VIX指數就是19年後 2020年初的時候 曾經抽到歷史高位 之後每一次就有些病毒的變化 或者又再變種的話 都有再彈起過 這次雖然暫時手上的資料 不算很豐富 這次又是一個 大家以為疫情來到尾聲的時候 出現一個新的變種病毒 就是Omicron Andy覺得呢 這次的FIX指數 是不是還有些空間 再會向上飆 而跟FIX指數相關的產品 你覺得應該怎樣部署呢 其實我自己會 真是很坦白說 都要看看究竟市場上面 還有沒有些 例如未來的疫情上的消息 究竟會不會說 原來感染 或者死亡個案件會嚇到人 或者會不會 其實我覺得更恐怖一些 就是原來重症的人數 是大幅攤升的 那個其實會更害怕的 因為大家會怕 過去這大半年 西方國家reopening的情況 有機會真的要大倒退 那一下就有機會 令到FIX要再抽高一些 變了其實我覺得 現在這段時間 大家因為見到很多 不明朗的因素 臨近年尾 可能大家就會猜 會不會美股 都會有些profit taking 一起做呢 所以就見到其實 你見到那些資金 流入FIX相關的工具 就是你見到 橙色線是向上 那些資金是流入FIX的工具 整體來說 過去一個多月 看來大家是有些少少 即是實際做一下對沖 即是怕究竟 美股會不會有個 短期的profit taking的情況 是 美股始終都是個高處不升行 早就已經有錢 提早做第一個部署 買定FIX相關的產品 那跟我們說一下美股 看看道指 剛才Andy都說了 FIX指數抽了上來 起碼就代表著一定的波幅 是會大些先的 如果說說美股的話 道指就這樣看 粗略是條上升軌 幾支陰燭 上天跌成100多點 差不多都來到支持位了 之前高位回調 每一次的波幅都不算 很驚人 大概跌5%都差不多了 這次Andy怎麼看 究竟要回調多少 林近年會不會都以基金經理提早結算 拿上聖誕禮物 今年美股又真的升很多 還是看好還有得升呢 繼續滾傳下去 下年的portfolio 我們會這樣看 如果你說就著美股上面 如果短期的看法 我們覺得道指會跑輸 另外兩條指數 例如S&P那些 因為始終最近是一些 疫情相關 變成舊經濟 就會變成拖累多些 正如這條線 大家都會見到 其實道指就去到接近一些 比較重要的 短期的支持線 其實都幾吻合 即如果我們說 對著S&P500 其實標普500 你還有大概1.5% 左右就回到9月的頂部 所以我自己會看 未來這1.0% 對於整個美股 可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參考 就著你剛才問路 即是美股下年的看法 我們會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說法 就是X應該整個環球股市 或者美股 回復一個正常化的回報的情況 什麼叫正常化的回報呢 其實參考過往很多年的歷史 其實整體環球股市 你拉平均數 就是大概6%至8% 每年的回報 我們自己覺得 美股應該 下年都可以有這樣的空間 好 繼續看好美股 就算回調可能 未必是大塌的角度 當中找一下 有什麼跟進投資策略 現在市場熱話 很熱的主題就是一個元宇宙 Andy都帶你一個元宇宙的相關產品的資金流 元宇宙一隻相關的ETF 市面上其實相關的Build deck和產品多不多 當然看到很多資金部署 代表現在正在追 明年又叫大爆發這個概念 反而我自己就會覺得 現在的產品不是太多選擇 但最少用著現在有的產品裏面 就可以見到大家的市場是否很購買這個概念 我相信大家會挺看好這個主題 而其實ETF其中一個好處 因為這段時間 元宇宙給大家的感覺是半虛實的情況 大家會覺得好像有些過份早投資 但其實裏面有些元素 其實真的已經在走著 例如大家會聽過 NVADA、Adobe這些其實是很正經的股份 所以其實可能大家覺得元宇就是將來的世界 可能ETF是一個 比較容易涉獵的風險管理的exposure 但就著今天的節目 最主要就是讓大家看到 看來大家在這個科技股裏面 是一個元宇宙的concept 暫時是真的非常之熱切 你看到資金流是幾倍地遞增了上去 所以我覺得暫時還是看高一線 留意一下相關Build deck說不算很多 叫做已經學多個相關的產品 元宇宙相關ETF 另一隻要問納指反向ETF的現金流 究竟有什麼啟示 叫做一直都有資金累積 這些叫做是一個對沖的作用 還是Andy說的可能有少少回套 少少correction是時候要出現 不過近來那個價格 因為始終納指還是比較強小 不算非常飆青 這些是否都適合小駐部署作對沖作用 我覺得就著因為大部分人都喜歡科技股 我自己覺得看著SQQQ 這個叫做三倍反向的納指 其實最近都有些資金流入 我覺得這些是一些短線工具 所以我覺得這個資金流 是告訴我們 應該短期就好像跟VIX的情況有點像 大家會在想 12月會不會有人做profit ticket 所以做定少少對沖 這個是一個比較短期少少的參考 好 我們談談昨晚的熱話 就是通脹的問題 昨晚一來擔心新型變種病毒 擔心油需求受到打擊 看到油已經有破壞情況 跌穿上升通道 之前扭油流差不多80邊 現在一下子都落到六十多元 一到見過66元邊 問問Andy 怎樣看昨晚公佈的資訊 一來就是聯儲局說 可能通脹不是暫時 可能是會一直保持下去的 究竟對油呢 接下來會不會油價 需求受打擊的情況之下 通脹不斷升溫 會不會又有回支持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 就著昨天的言論 我覺得它有些鋪路 給自己just in case 就可以搬一搬龍門的 但是其實整個通脹的情況 我相信到時的金融市場 不是怕通脹太厲害 令到要加息那些東西 而是大家會怕 如果聯儲局真的承認這件事 加息會加得急些 第二件事也是側面反映 告訴大家 看來滯脹的機會就會很大 所以其實如果是炒滯脹 但是在今次的storyline裡面 即故事的情形裡面 是講經濟不好 其實我覺得油價是很難 好像像1970年代那些急升 所以其實應該現在 紐友正在反映的東西 是一個經濟原來沒有那麼強橫 所以其實這幾天 你見到紐友都見到這幅圖 其實已經是跌穿了上升通道 我覺得暫時整個能源板塊 或者油的東西就不要亂去搏 好 看看相關能源產品的資金流 剛才看油價都知道 累積升幅都已經很驚人 你有沒有提前做個獲利離場 走人的話 資金流是否要有個心理準備 走得更加快 還是你覺得現在是時候入場了 我覺得始終買能源股 其中一個很大的標的物 就是會看著油價 既然油價已經先殺了下去 現在油股的股值又不是特別高 我就寧願跟著之前的資金流 我當它們是聰明錢 一起先付一付 好 我們看到能源類的ETF 其實就有少少在吃虎了 好 我們講回港股的技術形勢 現在市場的熱話當然就是講 上天就見超過14個月的低位 要試23124點 之前的這個位置已經正式失手 不用真的試到那個位置 似乎就有些反彈 真是浪得住 Andy覺得支持力度有多大 其實我覺得從昨天的低位 開始給大家感受到一個 我們星期一晚 跟吳嘉文做節目其實都有提到的 一個十二年的上升軌 即是由2008年開始拉上來 其實就是大概228到231附近 你就會應該有個支持 昨天正在開市 就是下午一兩點的時候 明顯是最害怕的 開始見到看來幾百點 開始大家在信這條上升軌 有個支持 我覺得就要試多一個兩個星期 才見到是否真的能守得到 但是暫時我覺得短線 大家會有賺走進去搏 我覺得直播率高 其實上天的低位 23175點 浪一浪 另外反而看科子的走勢 會不會就危一些 科技股 科子走勢 看了這個三角形 都好一段日子 現在叫不叫做正式失手 之後探底都不出奇了 我覺得這個情況似是 因為如果你過多兩天 你都上不回去用科子計 即是6300 其實就應該要去和恆子一齊 去試完底 才看看有沒有一個支持力再上 始終暫時 始終在一個消息面 都完全令到資金 不是那麼踴躍去做一個短炒 所以暫時不是特別看好它 今天很多都是金融股 推動過反彈 科技股是不是 都是大家看位置走的 我覺得看個別股份 例如美團這些 其實剛剛出完份業績 其實接近是沒有任何 令到大家覺得開心的 變成之前大家對它的期望 那麼高的底下 看來股值要有多一點的懲罰性 好 今天普遍有反彈 不過阿里巴巴繼續不跟 謝謝Andy為我們分析了 最新的資金流向和當中的啟示 節目時間到